枪枪三人行 你们好 子东 广美 咱们这个三个快枪手 又说快枪手了 我没带枪啊 不是有观众把我们节目叫成快枪三人行 你别说广美要是穿上那种西部牛仔的那种女装 西部牛仔的女装然后卖饭堡的就好 没有 其实马上 那也是偶像 特别今天 就是要枪枪这个呕吐的对象 偶像 偶像 今天要有什么偶像 我的偶像 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 很奇怪 我的偶像周姓周 是吧 周阮来 周姓驰 周杰伦 周大福 周盛生 还有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你看概括了我这个拜金主义什么各种各样 你知道什么 周大福周盛生 那也是你偶像 拜金嘛 拜金嘛 他们代表金的哈 对 所以咱今天要讲这个周杰伦 周杰伦太火了 这个刚刚过去的北京 无语伦比 演唱会 各唱 这个歌迷的口中 语言不太有方式 我不是他的歌迷 他的歌我也唱不大出来 我就会唱一东风破 可是我是培养 我把它培养成我的这个偶像 你这偶像什么定义啊 你不喜欢听他的歌迷 没有他是想要跟那些小朋友们拉近距离 所以他只好去把把小朋友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崇拜这些偶像 我是下贱 但是我有这么下贱吗 没有 这不叫下贱 这每个人都希望 哦 原来有这层意思 你到达了某种年纪的时候 你本来就希望 因为你到KTV去 你看着小朋友唱的你完全听不懂 好好好 我下次的偶像就劝死了 所有的攻击都夹到我头上 我可能没有攻击你的意思 我跟你讲 徐老师 人活在世上是很苦的 我们要苦中作乐 要自己找点乐趣 偶像这种 偶像 我的这种偶像心理 我认为很值得跟你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因为我们研究研究你的偶像心理 本来比人是什么偶像都没有的 我就不是那种人 是没什么人是我的偶像 可是呢 后来我觉得呀 很多人先是看见他们 啊 心跳的感觉呀 我想这玩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这是一种人类发明的乐趣吧 我们生活里那么多的苦恼 我得找一些乐趣啊 于是我想有的乐趣是能培养的 就好像说咱原来不爱听音乐 那你可以培养自己听音乐 那原来不爱玩偶像这游戏 也可以培养 那为什么单单周杰伦呢 因为他火嘛 那既然大家火 都那么火 那因为大家喜欢他 你就喜欢他 随便找谁 我偶像几十个呢 今天就是我 培养偶像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证明人的可能性啊 再造自己的可能性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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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偶像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就非常嗨 是这个意思 开始不行 你知道 高潮的对象 一种快感是要培养的 比方说我是怎么培养的 拿周杰伦的照片 首先让自己生活在周杰伦的世界 是吧 我的书房 横头贴一大张 连我门口 我每天上班离开门 门口的大背面 先鸣响了两分钟 周杰伦的海报 周杰伦的海报 然后爱听不爱听的 就听他的音乐 就放 耳边一直在放 开始可能听不出了 所以然 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好听了 这叫熏席 慢熏头 可是在听的过程 有些鼓励 有些小女孩跟你说 你崇拜周杰伦 是不是有共同语言 我也不认识什么小女孩 我自己鼓励 我自己鼓励 然后呢 我跟你讲 人的这个学习过程 大约一个月 你这么干 大约一个月之后 比如说过去周杰伦对我来说 就跟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一样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就是 比如说我正在那工作呢 旁边电视 在放娱乐新闻 这个这个这个 你说周杰伦 哎 杰伦 我就不行了 而且 我见过周杰伦 你知道我就能体验 这种心理 我们在一个 是是是 一个场合里 一个场合里 我有朋友可能跟他认识 进来了 我跟你说 我不敢跟他说话 有一种 虽然我比他大那么多 但是我就就这样 心里有点心头露撞 你知道吗 这就是 血脉喷张的感觉 哎 这就是有点羞涩 不敢去跟他说话 这就是我自己 整出来的一个调调 明白了吗 类似的调调 我还整过邓丽君 类似的调调 麦克尔杰克逊 也是这么整出来的 就我才发现 偶像这种乐趣 哪怕咱们老 老朽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培养的 是你的动机到底在哪里啊 怎么有心怎么来嘛 没有没有 没有我心 不是 咱们不说我 我就是说 我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但有些 大多数他的歌迷 人家是真心真意的 我就跟你讲 我为什么想起这事来啊 我看见了一个东西 这个人叫齐又一 在新浪娱乐上 他描述了 周杰脸上会很多呀 但他的描述很有意思 咱可以说几段 就说周杰伦演唱会的盛况 你看他这讲 虽然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一定要坐地铁 不然会被堵死 但我们愚蠢的 还是选择了驱车前往 驱车前往呢 提前了近两个半小时出发 但是 到东四十条桥 就被远远的堵住 结果呢 反正堵了一个多小时啊 然后呢 这个不时 一路去这个工体的路上 不时的青年男女啊 从周围的出租车里就跳出来 堵车不行 来不及了 一堆堆青年男女出租车跳下来 手拉手就往工体跑啊 步行 去了 然后呢 当你满头大汗的 进了厂子 好家伙盛况空前啊 上座率至少九成半 外边还有大批的黄牛掌 啊 这个 随说周杰伦逢开演唱会 必定掉雨滴 这他都不知道 说必定下小雨啊 呃 这个 但是心情甚是清新 呃 到了七点五十五分 舞台灯光全岸 立刻一阵 山呼海啸 大家都在等着 看周董 他们管周杰伦叫周董 看周董这次用什么方式出现 八点整 以副知名的前奏奏响 怪异的女高音在演唱那著名的高音 这时候 他还没有出现 前奏被加强了 第一次该进演唱的时候 他没唱 而是以键盘演奏的旋律 前奏再次重复到该进唱的时候 舞台上几条巨大的帷幕掉下来 Oh my God 周董在天上啊 其实这一招好像说在上海 台北演唱会也用过 但是可见大家都有震惊啊 他穿着带亮片的黑色西装 从天上乘着一个十字架降下来 歌迷都疯了 姑娘们的尖叫声 让我们几乎听不到他唱歌 其实我听过周杰伦演唱会 听等于没听 我没得听听他唱些什么 听的都是在喊叫 说话 对 太帅气了 帅得直掉金渣啊 在舞群的簇拥下 在歌迷持续不断的尖叫声中 周董唱得很卖力 但感觉声音有点干 他还有点清醒 说这首歌到一半的时候 该出现几声枪声 这歌迷都知道 而这几声枪声 非常创意的 用按节奏爆发的烟火待气 啪啪啪 效果很好 三首歌之后 周杰伦很自然的跟大家问好 跟两年前那次演出相比 他显然更习惯这种场面了 然后唱的是 爸我回来了 在这首歌第一次看周董吹了笛子 而后是蜗牛 什么这首歌并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 边弹钢琴边唱 显得没那么煽情 不过这会周董的嗓子完全开了 已经恢复到了唱片当中的演唱水准 最令人吃惊的是将军 这首歌第一次出现 当唱到我目光如火这一句的时候 舞台前真的不断的向天空喷射出火焰 坐在前排的我们被烤的暖哄哄的巨大的舞台被笼罩在冲天火焰之下 之后又喷了几次火 从现场效果看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在北京演唱会中用火用的最多的一次演出了 据说工体院子里特意准备了几好几辆这个消防车 然后就是这个反正这个小姑娘在镜头前比杯子啊 这个笑得聚灿烂 年轻真好啊 杰伦跟歌迷聊天 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复习的时候有没有听周杰伦的歌 歌迷就昏过去了 好家伙 这个然后什么南权妈妈又又又又上来招呼招呼啊 呃然后最最后呃这个有请嘉宾请的是北京受欢迎的啊 莫文卫啊小短裙黄色小背心高跟鞋 还有那条著名的美腿 在江江遮住臀部的小短裙的硬寸下 熠熠生辉啊 这个周杰伦演唱会娱乐性 呃你看 想比之前周董好像长大了成熟了 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小才子大男孩 呃他更像一个流行音乐天王了 他比之前更懂得享受歌迷的欢呼与尖叫 懂得享受浅薄的欢乐的人才懂得享受生活 不是吗 这句我还没太理解 懂得享受浅薄的欢乐的人才懂得享受生活 我太同意了 什么意思深刻 什么意思 疯了疯了 反正这个这这这这这这概念就是这个工人体育场的观众 久久不愿散去 当大屏幕上播放片段时 歌迷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声 但是周杰伦没有再出现 如果雨水没有交坏线路 我们是不是还能再能看到一次 Inc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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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再加唱一个 加唱一个 就是说他描写的这个这个盛况啊 嗯 可以作为可以作为这个研究这种群众心理的一个 非常 不是我都念念了这么半天 咱可以看看 我们相继续 还有片子 有娱乐新闻可以给你们看看再做评评啊 咱们看看 周杰伦 组织的组演唱会 互入在北京的阿哥的帷幕 而在演唱会之前 一场大雨让笑容的空气一下子清爽了许多 演唱会一开场 唱了一个充斥着歌迷的欢呼和叫叫声 保在巨大时机下让的周杰伦缓缓缓从天而降 开始演唱以赴之名 开场的磅磅气势一下子就点亮了全场气氛 歌迷热情迅速达到了高潮 双刀加双结棍 加龙拳的串烧鼓曲 用唯美的方式把李小龙式的中国武术和中国精神放养光大 演唱会中 周杰伦除了钢琴弹唱以外还表演了一段笛字独奏 更和男权骂骂成员雨豪表演了一段四首联弹 让观众惊叻于周杰伦的音乐才华 而正常演出中美中不足的地方 是演唱会在最后安克的部分突然发生音效故障 导致无法经常进行 不得不就此发生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 主管方称故障是由于聚集的雨水被风缺下 与时变怒所致 富豪卫视北京报道 好 该说的都说了 两位该谈谈了 演唱会好啊 这样演唱会多一点 这个群众上街就少了 政治运动也少了 基本上对对对对对 社会自然考虑问题 对对对对对 基本上因为你刚才讲的你刚才描述的一大堆 对对偶像的崇拜的心理啊 其实换一个时代 很多都是转化为领袖崇拜啊 或者政治崇拜啊这样 一样的道理 比方说一个东西 他热血沸腾 他整天看他的相 你不是说看一个月吗 那人家看很多年了 对不对 看看看看 当然也就崇拜上去了 所以这种群众心理 这老生常谈 很多人研究过 所以我觉得这事也很好啊 大家 你是跑进去的时候 就算你进去的时候 有时候你进去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崇拜这个人 可是一个小时以后 你看周围人都 他的心理是这样的 周围人都这么欢呼 你不欢呼 你不是有病吗 那你也当然欢呼 然后你就高兴了 光美 你是台湾人了 你对杰伦应该更了解了 我不敢说我对他了解 其实刚才我对于这位 他刚才那个来信 我刚才很有共鸣的一句话 就是说 懂得怎么样享受浅薄的快乐 才是得到真正的快乐 其实我必须很羞愧的讲 你敢说杰伦的快乐 是浅薄的快乐吗 我是说 把他视为偶像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快乐 因为其实我身边 我有时候出去做采访什么 遇到很多小女孩 她们是那种非常诚恳的 眼泛泪光的 就是那种 郭美姐姐 你会不会看到周杰伦 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要签名 你知道那种渴望 那种那种 就是说考不考上大学 不重要 能不能通过这个考试 迷糊被老师挨打 都不重要 只要你能够为我拿到周杰伦的签名 就算是一个假的签名 他都觉得 牺牲什么都是值得的 我有时候 我不能够理解 您刚才所谓的这种群众心态 因为我跟你一样 我从来没有去 真的是崇拜 我尊敬很多人 但我从来没有办法那种崇拜 我就算那样子强迫性的 这种洗脑 洗我自己的脑 我真的都没有办法 但是我看到这么多人 在为了一个 这种小男孩 在我眼中 他是一个小男孩 这么样的疯狂 我很羡慕他们有这种感觉 那你说有人他喜欢去酒吧 蹦逼这么玩 嗯 那有人喜欢在周杰伦演唱会上的 欢呼闹腾 有人喜欢看足球 看着这个热血 最能喊着 这难道有什么高低之分吗 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都是浅薄的快乐 都是浅薄的快乐 不一样的 你喜欢的 Jordan的像是喜欢他这一个平面 当Jordan跑到广东来投资做鞋的时候 并不很多人崇拜他了 其实我不是单纯的 只是说崇拜周杰伦是一件浅薄的事情 而是我最近啊 我自己一直在做很多的反省 我觉得我最近的生活 跟我的生命有起了一些变化 就是说我以前老觉得自己 为了要做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放弃了很多所谓浅薄的事情 例如看电视 我觉得看电视是浪费我时间 浪费我生命的所谓的一件浅薄的事情 例如崇拜偶像 你要给偶像写信 你要就是花时间去搜集他的东西 搜集他 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种奢侈 我不能讲他浅薄 这是一种奢侈 你去逛街 怎么就不说谈恋爱了 谈恋爱是 我觉得它是提升心灵层面的一种事情 对我而言 所以他节约了别的时间就 我每次谈完了都堕落了 所以我们是不同种人吧 但是最近我去了一趟北京 我多留了两天 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推掉 我多留了两天 留在北京 你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 我有个侄女 在北京 就是我堂哥的女儿 一个侄女在北京 小女孩 今年刚满20岁而已 她带着我 大街小山到什么西丹啊 到什么那种 那种什么秀水街那种地方 去买东西 就是那种两个人那种劈头散法 然后去买东西 然后他教我怎么样 因为他们说在北京买东西 你不杀价不可以 就是说你以前告诉 就是一个黄金准则 你一定要照三折打 现在不行了 你要照一折打 就是说对我来讲 这种是一种逛街买东西 去杀价 这不但是一件奢侈 也是一件浅薄的事情 对我而言 但是我竟然在那两天的浅薄 跟奢侈的行为当中 我获得了很大很大的快感 只有快感是真的 对 但是我不是说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 都要这个样子 那我只是觉得说 我是不是过去的十几年来 这工作十几年来 我是不是把我自己崩得太紧 把我自己赶得 赶压子似的赶得太快 我错过了我身边所有的风景 我的答案是 是的 而且我也是这样 咱们继续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这笨四张的人了 按说也就为老不孝 但是我就说 我也认识很多音乐界的朋友 传媒界的朋友 跟我同年龄的人 说起周杰伦 我就发现了 大部分人 也不能说大部分人 反正这个一半的人吧 不感兴趣 或者不了解 或者不知道 或者就是 没有不知道的 没感觉 没什么感觉 觉得那是孩子们的事情 但是 还有另一半的人分两波 畢类分明 一波像我这样的 就说偶像 哎呀很好 另一波的人呢 痛心疾首啊 说现在这社会 这么多喜欢周杰伦了 哎呀他这个 就怎么怎么着 觉得是文化的 这个堕落了 或者说他的音乐 叫什么呀 那这是什么模仿 或者这个那个 就有一些攻击的 所以你看 有这么几部分 不同的这个意见 我是89年第一次去 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他们学生会上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歌 就是黑人 穿了个笔 很长的短裤 对不对 就是基本上像念词一样 后来你不是说那么 你还去日本看那个 叫什么 笔子啊 他研究快乐跟快感之间的区别 嗯 快乐是pleasure 快感是enjoyment 意思是什么呢 快乐就是这件事情 让我快乐 那就是快乐 快感是 我不是对这件事情 本身快乐 我在enjoy 我就是说崇拜这个本身 他歌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而我在这个音乐会里边 我进入这个状态 让我感到快乐 嗯 你明白他唱什么 歌词什么 他的歌是不是最好的音色 他是不是属于歌唱家 这些对我不重要 而进去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区分 从哲学上区分 快乐跟快感的区别 而现在大家越来越 越多追求这种快感文化 这背后当然可以讲很多 不但是他一个 我多么的希望 我自己也能够像他们其中的一个 其实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我去年在看 日本看那个阿姆的演唱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以我的距离 我的那个票是很贵的票 我已经算很前面了 那个阿姆就像一个豆芽这么大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 我看到我旁边的人疯狂的 就是像 就是那种像着了魔样 这样子摇啊摆 然后一边唱 他的歌难度很高 那个rap 速度非常快 那些人全部都能跟着唱 完全进入状况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加入他 我跟你说 这你要讲音乐 咱不懂了 但这个我感觉 你甭说亚俗高低是另一个问题 那在现在的华人圈里 周杰伦肯定是个青年音乐天才 这这你你你你 你还有谁啊 问题是为什么呢 啊 他去 我跟你说 你不能否认 他确实有他的音乐细胞 他有他的才能 他有他的这个音乐追求 这是没跑的 但是您说的很对 徐老师 其实主要跟这个音乐 倒不是在说这事 他最关键的是破坏的快感 破坏事 整个破坏的形象 你看那些红的什么什么 都是粗犷 都不是亮仔型的 他们酷 而且都骂人 那个歌词里边 谁说周杰伦不骂人 当然有很多是挑战性的 挑战社会秩序的那些那些歌词啊 包括那个匹萨阿姆斯 最典型的对不对 用很多很多发泄的 就那种破坏次序带来的快感 对一种新的 大家觉得美 你看过去咱们有咱们的偶像 那是一种款 现在的款变成了这样一种款 它确实是有不同的 其实我觉得周杰伦的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网通凤凰子叶快车 做成一个